現在爆出來 前的中共的常委 副總理張高麗 外面的人就用這個性侵這件事 用這個名詞 但是彭帥成篇博文那裡就沒有提到性侵 我都不用這個性針這個詞 可能就是大家有性愛 可能就是屬於這個兩雙情緣的 兩雙情緣我們就不能夠叫做性侵的 第一次他們發生關係的時間就沒有具體講到 照彭帥的微博來說應該是十幾年前 最低限度是十年前 應該是在2027年張高麗做天津市委書記 兼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這段時間 他怎麼相識 怎麼往來的勢徹 他們又沒有講 我們不知道 我只是從一個觀察者的角度來看 第一 我就相信彭帥的講話 我相信這件事是真的 第二 我就認為彭帥都是一個好的女孩子 因為她是一個體育明星 她都是記者的對焦 就是說狗仔隊要跟的人之一 但是我們一直沒有聽到有關她任何匪民的報道 就是說她的交友都應該是謹慎 或者起碼男朋友這方面是不多 起碼是不多 這個女孩子為什麼會跟張高麗發生這個關係呢 可能是一個練球 我們知道中共的領導人 打網球的時候 經常都會邀請 那些網球的運動員陪他們打球 那是不是這樣開始呢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估計這個都是這樣開始 如果不是她沒有什麼機會會接觸到 兩個人會接觸到 而且會在 只是兩個人一起的時候 單獨相處 那時候彭信只一個20 如果是2007年的時候 彭信只一個20 幾歲 即是27頭的女孩子 那中國共產黨的體制呢 就是運動員 很多運動員就從很小就脫離家裡 去疾憤 去疾憤 那我們查到彭信就是湖南的商談人 但是她的家庭背景就不清楚 她生在1986年 她16歲的時候 2002年曾經去美國受訓 去美國打球 我相信那時候她還沒轉入職業選手的 相信那時候她還是由這個國家體委派她去的 她到2005年呢 世界排名才爬到第30位 她可以說已經成名 已經成名 這段時間我們就發現彭帥本身是沒有任何緋聞的 是一個純粹的運動員來的 但是她成長背景我看不到她的父親是怎樣的 但是她的母親呢 就有一個非常詳細的人 一個非常詳細的人 她說2010年呢 在廣州舉行亞洲運動會的時候曾經有一個報導 就說彭帥的母親呢 要進入會場的時候呢 安全檢查的人員呢要檢查她 說彭帥的母親呢 不但不給檢查 甚至是刮了那個安全檢查員一巴掌 說我是彭帥的 我女兒是彭帥 就是好像我父親是李剛差不多 本來這件事就在體委和各方面擺平了 就沒有擴大了 沒有擴大了 但是由這件小事呢 就可以看到 彭帥的母親是一個很強勢的 有這麼強勢的母親 以及講特權的 講特權的 他不是一個平等待人的 認為他自己高人一等才會 因為人家檢查他才會刮人一巴掌 有這樣的母親呢 就一定是 彭帥的父親一定是一個懦弱的男人了 在這種環境長大的彭帥呢 他就在心理學上呢 就很渴望一個受人尊敬的父親 有地位受人尊敬的 可以保護他的 因為他是一種父愛 這個他是渴望的 所以他自小就渴望這種感情 那他移到張高麗 陪他打球的時候移到張高麗 張高麗 他在彭帥在他的微博都說他很好談 什麼都天南地北 上到天文 下到地理都很好談 很投契 那他就是叫做什麼呢 叫做一種父親的形象 有些女孩子 有些叫做戀父情結 我覺得他憑歲就有這種情結 最初可能當張高麗是長輩 是長輩 是一個傾得來的長輩 但是不知道張高麗就利用他這種感情 就和他上了堂 幾多次經歷了怎麼樣 我就不知道 總之十年之前那段感情 就是 可以說兩個人都是 兩情相約是互相同意的 到張高麗升做常委之後 升做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和政治局常委之後 由於中國共產黨那種嚴密的保安制度 他已經沒有私人生活的空間 即是他的一舉一動 都在中央保衛局這個保衛團隊的監視之下 即是可以在人家的眼皮之下 他已經沒有什麼可能 再有私人的活動了 沒有私人的空間了 所以次自然就和彭帥那段關係就中斷了 但是彭帥對他的這個中斷都不是現行的 他本身是沒有現行的 所以由於中共那種嚴密的保衛制度 所以我就很非常懷疑 20、30年前 所出現的 美國出現的那本《父親太沉重了》 就是說是周恩來的師生女寫的 雖然我有些朋友就說這本書是真的 是有說實根據的 但是我一直都是懷疑的 因為在中共的保安制度底下 你是政治局常委以上的人的一舉一動都是走不掉 這個走不掉的 它都是受控制 受監管底下的活動的 只有老毛 毛澤東就因為 第一 他說他做了皇帝 他無所顧忌 無所顧忌 所以他才可以當眾孫人 就是說在人家的眼皮底下 就是在監管底下 他就是和很多年輕的女生發生關係這樣 其他人是不敢的 其他人不敢 所以因此張高麗做了政治局常委之後 又斷了關係 到張高麗退休了 就是說退休 離開了政治局常委 到2018年就離開了這個副總理 都卸任了 最後他又找到彭帥 那個彭帥他自己都認同就是基於10年前的感情 重新跟他發生關係 就可以說2018就是2019到現在就是3年左右 這3年之間他們的感情進展到什麼程度呢? 張高麗有沒有對他有任何的承諾? 我們就不是很清楚 我覺得感情上的承諾 可能是 或者是會有的 因為彭帥已經名成利了 他不缺錢 我覺得他是一個思想簡單的女生 他所說的 他是說要名分 要名分 我就懷疑張高麗曾經承諾她 或者是會離婚 會娶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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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的女性之外 一般的女生都是重視名分 這個東西的 我相信就是 由這件事 重視名分 而產生矛盾 而爭執 可能她 彭帥可能受到張高麗老婆 在議員上的一些侮辱 現在美國裏面的傳媒 有些人傳說 這個彭帥可能是懷孕等等 我就不知道 沒根據 沒根據 就是說 他彭帥所追尋的 就是說 就不是金錢 只是一個名分 這個名分 我很替這個女生感到可惜 因為她的長得 樣子是不差的 她的額值是不錯的 是的 她是很健康的 她是很健康的 她已經到了35歲了 以女人的青春來說 是有限的 她再沒有名分 再過幾年 她就可能 沒有辦法再生育了 如果 所以她能夠爆這件事出來 所以有些很多人的理解 就是取政治的需要 我想不是 我想是出著她自己的內心 就是她要內心所受的委屈 要宣說 就是她覺得她自己受到一個很不公平的對待 就是她說 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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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不要非常的不公平 我想如果 Chanel 需要 不清楚 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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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啊 她說 真的 她說 我想想去摯動 讓她說 Paillan 不 группu 父親在習仲勳曾經在政治局會議裡拍桌 跟鄧小平鬧翻了 就是說反對鄧小平處理胡耀邦 就是說你還沒經過正當的手術 就剝奪了胡耀邦的政治局 這個總書記的位置是不對的 因此本來鄧小平和習仲勳的關係都好 但是因為這件事就鬧翻了 鬧翻了之後習近平就不讓習仲勳退休回北京 所以他退休的時候住在深圳 當時張高麗是深圳的市委書記 他對習仲勳是非常照顧的 所以在那段時間他應該就已經認識習近平 跟習近平的關係應該是不錯的 應該是不錯的 我覺得如果是習近平想向江派的開刀來講呢 習近平本人就不應該是主動去指定 由張高麗下手的 我覺得是兩件吐發的事件 就是說彭帥是忍不了委屈 一個女孩子忍不了委屈 就爆了這件事出來 爆了這件事出來 可能變成了六中全會之前 就剛剛考核到這個時間 另外六中全會據流出來的一些風聲呢 他在中共第三次歷史文件的建議那裡 那個內容呢 都還是有江澤民 就是還有江澤民 就是還是肯定江澤民對這個 是一個 不是說對中共的功績多大 但是起碼是一個全城的過程 江澤民還是佔了一席 佔了一席區 因此呢 我相信陸中全會和二十大 都不會說反面反到去清算江澤民 最多是清算江澤民的手下 就是清算一下江澤民的那些勢力 都是殘存的那些勢力 所以就說習近平本身就不應該主動的向張高麗下手 對中共的這個陸中全會有什麼大的影響呢 我覺到這件匪民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因為這個中共高官 不只是高官 就算那個芝麻綠豆那些小的官仔 性生活的混亂是私空見慣的 幾乎沒有一個官沒有搞女人 幾乎是沒有一個官沒有搞女人 有些搞的就搞招待員 服務員 甚至搞女學生 有些搞中學生都有的 這個是私空見慣的 我就認為 就不會對陸中全會的政治路線 或者其它方面會有太大的影響 至於有些人說 彭帥是懷孕了 所以為了補他的胎兒 就才是這麼勇敢的 揭露這件事 如果是他真的懷孕了 我就恭喜他 我就真的很支持他 生了下來 特別我們信佛的人 都覺得每一個生命都是很重要的 我想六中全會和習淡平的二十大的連任 我覺得已經沒有阻力了 已經沒有阻力了 就是說在外部 在政治人士方面就沒有什麼阻力 但是他面對的困難就很多 面對的困難很多 一個就是中美關係 依然是僵國 依然是僵國 這個僵國就好像不是美國 不想和北京談 習近平本身就不想截外生枝 暫時不想和美國談 就好像台灣問題 台灣問題呢 最近好像歐盟的議會呢 又去台北訪問 美國的國務卿就呼籲 就是世界各國有支持台灣參加聯合國事務 我相信他的所謂參加聯合國事務呢 就是聯合國組織底下的一些事務性的組織 比如世界衛生組織這一類的東西 就擺明就是說美國就對中國 就是說對兩岸的關係 就有個路線就起了改變 就是由暗中支持改到明 就是說改到公開的支持 支持台北 但是它支持的程度 到什麼程度呢? 是不是支持台灣進入聯合國呢? 就是支持兩個中國 或者一個一中一台呢? 我想這個還是有疑問的 我覺得美國就是打台灣牌 挑戰北京的底線 逼北京要和美國坐下來 來談這個問題 而北京現在還是回避 就不出聲 就不出聲 不出聲呢? 我個人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習近平無瑕兼顧 就是沒有時間去理其他的事情 他一生一義就是集中來處理六中全會 和第三次中共的歷史文件 和準備第二十大 其他的事情他都放在一邊 我想六中全會之後呢 可能習近平對美國的一些呼籲 可能就會有些回應 大陸最近就發生過 就說搶糧 搶豬肉 搶物資 搶購物資這種情形 很多人就理解為一種避潛 我就覺得這個就不是避潛 這個就是防疫 因為現在大陸有10 現在好像增加了16個省 已經重新爆發新冠病毒的確診的數字 現在在擴展中 我對著它 我覺得為什麼是防疫呢? 因為北京是堅持一個清零的這個防疫政策 就是要防範的時候就很嚴厲 所以很嚴厲就封城 封區 不讓人民出入 它封區跟其他國家的封是不同的 其他的國家 只是號召你不要出去消費 但是它每天 好像澳洲那樣 它每天都 雖然說封區 但是它每天都給你一個小時候可以出去 在五公里之內散步 或者購買物件 必須的物件 大陸的 都沒有大陸的封區就完全鎖住你的門 給你出入 如果老百姓就沒有生活的物資 沒有糧食 那方你兩三個星期 你是不是要餓死? 所以北京的部門叫人準備一些物資呢? 我覺得就不是避戰 就是防疫 如果避戰呢 打起它不需要全國性的 它這樣避戰 因為沒有一個國家會入侵中國 沒有一個國家會入侵中國 就算中美如果是對抗我 可能都是在空中 或者海中戰鬥 除非擴展到互相扔核子彈 那時候你就算有物質都沒有用 所以這個是 將它北京 將大陸的人 搶購物資這個東西 講到避戰 你是不妥當的 我是不贊成的 最近中共各地的駐軍就頻密地進行導彈發射的演習 還有就面防一些防空警部啊 江蘇啊 三東 江非啊 一些華東的地區呢 政府呢 就向一些歸民派發一些防空的現急包啊 就教一些民眾怎樣防防空擇 還有這一點就 連一些輿論啦 一些人想到啦 中共是為了武統台灣做一些準備喔 這個你怎麼看呢? 這個我們是同意的 我同意就是這種是一種備戰狀態 譬如它如果是武統台灣呢 台灣的國防部長說有六個步驟 我就不是很同意 甚至有些說它會先打東沙島 我是絕對不同意的 東沙島是不需要打的 而且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你佔領東沙島 你威脅不了台灣的 另外東沙島的那些 就是說那些島招太小 你根本連駐軍都駐不了多少軍隊的 所以距離台灣也相當遠 相當遠 我覺得是打就不會說 絕對不會打東沙島先的 他怎麼打呢 我覺得如果真的要開始武統 我覺得他不需要一下子就說幾十萬軍隊登陸這樣 我覺得他只要能夠好像炮打金門這樣 因為他現在中國大陸和台灣總是處在戰內戰狀態 因為他內戰是沒有接觸的 雖然1949年之後再沒有內戰 但是實際他沒有簽過和平協議 沒有簽過停戰協議 其實內戰是持續著著 好像1559年的毛澤東在著金門艦砲戰這樣 內部中打一炮攻到金門 他的意思就表示我們還在打仗 我們還在打內戰的 我覺得習近平不需要太多動作 它只要打兩個導彈去台北 打你兩個重要的發電廠 就表示我們戰爭進行彈 你美國要怎麼做 你台灣要怎麼做 我想就已經是足夠了 它在中國老百姓那裡發一些防空設備 我覺得它有可能就取取這樣的一策略 它就是打導彈 它又不是說頻密的 或者一下子毀滅你全部 打兩個導彈 打你一兩家電廠 你那些重要的設備 或者打兩個去你的軍事基地 它就防止 但是台灣又回應了 台灣又炮 又用導彈來攻擊中國的沿海地區了 所以它在做老百姓做一些準備 我想這個可能性是最大的 而且它所花費 就是說那個代價 雙方所要付出的代價是最小的 這個就是以前逼和 我難不難就打兩個導彈 那你整個台灣的整個生活狀態已經改變了 已經不可能正常去生產了 那你美國怎麼樣呢 你不覺得會派飛機來 和派軍等人來和中國大陸打仗嗎? 我覺得是不可能的 我覺得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說太過誇張 太過誇張 武力的壓迫 我覺得這樣就是打導彈 是一個最高的策略 代價最少的 第一 我就說金門馬祖 是台灣根本就不想要的 大陸要金門馬祖是二個借火 跨它就是了 它拿得金門馬祖 對它完全沒有意義的 因為金門馬祖的存在 對台灣本島是一點威脅都沒有的 所以我認為第一步可能就是 打飛彈或者封鎖台灣 第二 我覺得如果它要佔領台灣的外島 或者一個是澎湖 因為澎湖佔領了澎湖 對台灣本土就是一個直接的威脅的 如果不是佔領澎湖 可能會佔領蘭兒或者綠島 因為這些島和東沙相對比較大很多 第二 還有山丘 還可以處理一定的軍隊 第四 這些島還是跟台灣的本島 就比較接近 對台灣本島就會起比較大的威脅的作用 去全面登陸 這些我們暫時就不去想著 我覺得如果台灣戰爭 只是兩國就說 美國插不插手 美國插手可能越打越大 可能會成一個世界大戰都不一定 但是我看不到美國 特別是拜登政府 又全面跟中國共產黨 全面開戰的那種勇氣 他的軍隊是很好打的 但是美國從來輸都輸到統帥 輸到統帥 至於台灣呢 我覺得台灣人的抵抗意識是不夠的 是沒有什麼抵抗意識的 你問一下台灣的年輕人 他年輕人連去參加復兵役都喊苦 蔣經國時代台灣的軍隊是強的 蔣介石時代台灣的軍隊是強的 他有足夠的訓練 有些可以說是全民皆兵 但是現在台灣的年輕人 已經是叫大陸的話叫梁拋法 梁拋法 去參加軍訓幾個月呢 有衣娃鬼叫 叫痛苦日頭曬又不行 那些孖寶那些家長呢 那些孖寶那些媒體 特別是民進黨政府 根本就是視國軍為國民黨的軍 就一直做他執政的 蔡英文執政的六七五六年 就不斷羞辱國軍 就是令國軍那些軍紀就鬆弛 那這些他現在改變了什麼 都現在依然是沒有改變的 所以我認為台灣的抵抗意志是不足夠的 我覺得如果真的沒有速談的時候 我認為民進黨政府都會妥協 甚至投降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 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